你們沒看錯 衝出去的不是演員 而是牽著小朋友的遊客們 還能看到有敵方日軍陣亡倒在一邊 他們正在體驗的是山東淋漪 紅色影視基地 所推出的沉浸式體驗遊戲 如果你不先勸阻 完抗到底 你只有死路一橋 爆爆 爆爆 現場響起 蓬蓬炮聲 瞬間煙霧瀰漫 跟著團長打線成 還原大陸知名影視劇亮劍的場景 遊客扮演八路軍 手拿道具長矛大刀蹲在地上 等待團長發號施令 攻下被日軍佔領的線成 沉浸式攻打日軍在網路爆紅 十一長假期間 每天都有三四千名遊客來體驗 票價78元人民幣 這核心台幣約三百四十元 影視基地還以徐棒會戰為題材 推出重走之前路沉浸式節目 讓遊客體驗國共內戰 像這樣的紅色旅遊景點在大陸 其實非常受到歡迎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 我們今天帶孩子來參觀 大陸積極推廣紅色旅遊 紐約時報分析 二零二三年紅色旅遊收入 預計達到一千五百三十億美元 除了能激發大陸民眾對黨的熱愛外 紅色旅遊還是一門好生意 TVBS新聞 葉俊宏 蔡宜潔綜合報導 我保持宜潔綜合 垂合 稍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